小小的厨房里夫妇两个人正在分工忙着料理 这对夫妻相当特别 毕业于英国林肯餐饮学院的阮庭恩 在一次旅行之中爱上了来自台北的邓锦翼 而这段恋情开花结果之后 他也决定要远嫁台湾 并且在台湾推广英国的家乡菜 在跑遍了大台北之后 两个人最后决定要落脚淡水 要开店一起来圆猛 我们要在淡水开一家店 我们觉得淡水的感觉非常好 有山有海 我觉得有夏日的感觉 所以每天可以去看一下海边那边 我觉得非常舒服 你呢 觉得怎么样 然后脚步也没有像市区那么的快 脚步比较慢 比较舒服 那空气也比较好 想要看山就看山 想要看海就看海 所以当初我们就决定在淡水开店这样子 就是爱上淡水这种有山有水又悠闲的环境 让夫妇两个决定在淡水生耕 开店两年多来 靠着传统英国的乡村菜 也掳过不少掏客的心 虽然店面不大 但是还是有不少掏客特地前来 老板娘表示英国的美食在台湾显为人知 她也希望透过这间店的推广 能够慢慢打响名号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很特别 怎么样的特别法 这种焗烤马铃薯是我们以前没有吃过的口味 它的起司很特别 起司很特别 对 OK 它的马铃薯很松软 而且我们可以吃出它那个马铃薯很香 香中带松 那我们建议说在吃马铃薯的时候要细细咀嚼 才可以吃到马铃薯的香甜 我要在台湾开一家店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对英国 他们觉得英国的菜没有那么特别 可是我觉得英国在家里的菜非常特别 我要给台湾人吃吃看我们的好好吃的菜 你觉得怎么样 对啊 因为在英国的餐厅比较就是 因为英国他们是工业的嘛 然后那个餐厅的菜 Amy觉得没那么特别 那老涛都知道说要吃 道地的英国菜要去英国的家乡吃 家乡的妈妈做的 对 我觉得比较好吃 对 那所以Amy她就想说用妈妈的食谱 然后来还原英国的家乡菜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就开了这家店 沿选美国的马铃薯和新鲜的仿鱼 再搭配上私房的酱料 这道传统的炸鱼厨条看似简单 但所使用的食材都是精挑细选 为的就是要呈现家乡的原汁原味 曾经在英国接受过正统餐饮训练的蓝婷恩 希望用最道地的味道跟丈夫一起 齐心协力来征服台湾人挑剔的味蕾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